一口气看完,将夜前转剧情 上个视频,我们讲述了浩天的诞生 永夜的真相,以及佛陀的传奇人生 按照时间线,接下来要出场的大人物便是夫子了 夫子大约生活在一千多年前 他出生在西陵神国东面 一个叫鲁国的国家,自小读书名里,考试做官 因得罪权贵,被免职在家 三十多岁时,突然对道门典籍产生兴趣 从而走上修行之路 但在修道不惑时,夫子的境界开始停滞不前 族人看到了他的修行天赋 于是不惜花重金将他送到了陶山某个执事 于是,夫子选择了进入西陵神殿藏书楼 一边当图书管理员,一边摸索修行之法 在这里,他邂逅了一位同样痴迷读书修行的道人 要知道,那时候西陵神殿的道人大都喜欢吃香喝辣 在人间作为作福,这个道人的举动尤为特殊 夫子便与其结为了同伴 随后两人不仅跃进了藏书楼里的典籍图书 还相约去支手冠偷看了七卷天书 从而境界稳步上升 那名道人后来成为了西陵历史上首位光明大神官 但他对天书名字卷的内容产生了疑问 于是在一次去荒原传道前 他跑去支手冠把名字卷天书偷走了 并在荒原创建了明宗 也就是后来的魔宗 那位道人成为了魔宗的首任宗主 开辟了四大不可知之地中的魔宗山门 因名字卷天书被偷 支手冠查到了夫子两人 曾偷看过天书的往事 夫子只好逃离了陶山 幸好当时的夫子岌岌无名 支手冠并未深究 离开陶山后 夫子开启了四处讲学的生涯 但世人多为吃喝生计发愁 没心情听他讲课 那些衣食无忧的人 因为夫子讲课要收钱 也是了听课的热情 此时夫子感到 自己需要一个类似于西陵神殿那样的 强大世俗政权 来推广自己的主张 所以他和一位志在结束战乱 匡扶天下的理性青年 一起创建了唐国 后来的大唐国力健强 兵甲健胜 后来更是打遍诸国无敌手 西陵神殿也不得不承认了 唐国的特殊地位 夫子在长安城 设下了守护唐国的第一大阵 精神镇 还在城南开了间书院 开辟了四大不可知之地中的书院后山 可是当时 魔宗带领下的荒人部落日渐强大 还渐渐生出了一统天下之心 他们挥军南下 遭到了唐军的阻截 两军展开了交锋 夫子无奈只好找到那名道人 两人还打了一架 夫子生平打架的次数 屈指可数 但从未输过 不久后 那位魔宗宗主离世 荒人也不敢在南下了 可是外部危机刚解除 内部矛盾却显现了出来 那位理性的大唐开国皇帝 老了以后开始犯糊涂 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传言 说吃了夫子的肉能长生不死 就在他要动手前 夫子先一步进入皇宫 将他诛杀 随后指定了一个皇子继任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父子规定以后所有皇帝继位前 都要先接受夫子教导 慢慢的 书院在大唐的地位就变得超然了 后来 夫子渐渐从俗世中把自己解脱了出来 之后的几百年里 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探索天道上 他努力寻找冥界和冥王 可一无所获 为了弄清楚天有多高 他曾垂直向上飞了三十多年 他还曾在极北黑海上建造过一支巨轮 希望能够躲避传说中的永夜 最终 夫子认定这个世界上没有冥界 也没有冥王 为了验证自己的结论 他四处跋涉 踏破了几百双鞋 终于找到了永夜的幸存者 屠夫和九徒 还和两人打了一架 虽然夫子赢了 但两个懦夫对天道之势却不发一眼 第八个出现的大佬 是书院的小师叔 柯浩然 柯浩然出现在大约四十年前 他是人间万事以来 雪山汽海唯一一个十七窍全通的天才人物 是一个没有破镜障碍的怪胎 他十六岁入长安 夫子发现顿时眼前一亮 夫子意识到自己资质普通 所以想不出战胜浩天的方法 而这个年轻人资质远胜自己 如果悉心培养 也许真有可能完成自己的夙愿 于是夫子提出要收他为徒 一起探索浩天世界的秘密 但柯浩然却直接拒绝了 因为在他心里这世上就没人有资格当他的老师 即便是夫子也不行 夫子最开始还有些不愿 但转念一想 自己不也是自学成才吗 因为惜财 夫子又提出要代师收徒 柯浩然问夫子他们的老师是谁 夫子说我们没有老师 柯浩然这才同意下来 在夫子的指点下 柯浩然修为突飞猛进 他还自创了浩然气 但浩然气有个弊端 需要在体内开辟天地 再引元气入体 可这种方法被认为是魔宗功法 夫子为了保护他 于是将他关在四过牙三年 直到他将浩然气 模拟出浩天神灰破牙而出 柯浩然以剑开刀 一法通万法 在世间出尽了风头 只是柯浩然的成长速度过快 又不知收敛 引起了夫子的担忧 数年后 夫子在一个小镇上 发现了另一名修行奇才李漫漫 于是收其为徒 随后夫子又在宋国一处小镇 守了军末 不久 静静飞快的柯浩然 手持青钢剑 骑着头黑驴 作为书院的天下行走 开始闯荡时间 也就是这时候 他结识了另一位天才人物 连生三十二 给大家看 这时候 也是